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日前他因为这个围庭被开单 风波越演越烈 因为有这个绿营名代被质疑说 这个远警受到压力还被寄申戒 外界也是会声会饮的 那么许巧新 昨天就向警方申请要公布这个密录器 那么台北市警局长杨元明说 为了要杜绝外界以讹传额 所以就主动公布了这个密录器的影像 那么在这个两分钟的影像当中 这个徐姓的远警看到徐巧新 就主动的说不开了 即使徐巧新多次要求要开单 远警就表示说开了我不好做 那么这边有一些对话 我们来讲一下 当时徐巧新他说 我没有缺这900块你开掉吧 警察就说不用车开走 谢谢不用了 请你开走不用不用了 开了我更不好做 好那么徐巧新红线围庭掀起了 他跟这个资深媒体人周玉寇之间的战火 徐巧新昨天晚间也正式宣告 他要向警方申请这个密录器的影片 影片也经过了信义分局的同意之后公开了 未来如果有任何人散播这个破坏诽谤的言论 他也将会采取法律的行动 要捍卫民谕 他宣布正式迎战 向劣职媒体人周玉控正面迎战 他说你施压警政署 我保护警察局 好那徐巧新强调说 这个密录器的影像 证明我的全程语气是平和的 要求警察开单是事实 未来会提诉讼并且探究 是否有涉局 侧翼网军刻意下套等等的关键 他还点名了 说周玉寇换你公布通联记录 要求周玉寇提供4月24号 你请台北市万方医院到家里头PCR采检 还有卫生局万方医院医师的通联 还有通话记录 他说不敢公布的话 你就是特权 好两个女人的战争 那么对此这一起事件 罗志强他也有表示他的看法 他认为说这位园警一开始 略带兴奋的口吻说 徐巧新 徐巧新监督的力量太强 对执政者造成威胁 当然要扣他滥权的帽子 那么他也认为 这有可能是一条龙式的正媒攻击 有什么一条龙式 一开始是徐巧新希望依法开单 但袁警反而一再拒绝 那么接着又找了疑似是 偏绿粉丝页的管理员朋友 扭曲爆料整起事件 那么讲到这一起 密录器的影像终于公布了 徐巧新他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头 放上了完整版两分钟的影片 到底整个对话内容如何呢 一起来看 徐巧新 给你 要开走了 你是这样子吗 要开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边镇材没带 有了 怎么了 我会开单 这边红线 我要开走了 这桑枝很窄 我现在开走了 还要开吗 对 好 來啊 去 你們真的不是啊 我是許茶好心喔 你們這不是就是這我的車 你們這不是都是如果有人的話 你們是先用勸導嗎 之前有問過警察局都這樣跟我講的 什麼時候這邊可能是直接開 但是你要看就開啊 我一直說之前我問過很多次 都是說如果車上有人的話 是直接勸導 然後你在開之前的話是 那剛才車上沒有人 不是他就馬上下來了對不對 沒關係那我們再回去講 不用回去講 請離開就好謝謝 我是不了解說 沒關係啊 給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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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開走謝謝 不是缺900塊 你可以開 真的啊 不用啦 沒關係你開啦 你開掉這樣我們也不好做 不用不用不用 開掉啦 不用不用 開了我更不好做啦 對 全開車謝謝 謝謝 我們看到就趕快出來開了啦 好 拜拜 好 那麼徐曉昕呢 紅線圍庭這件事情 警方是終於公佈了密錄系的影片 兩分鐘過程剛剛大家也看到了 結果後來又引發了 他和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之間的一場戰爭 他向周玉寇喊話說 換你公佈通連記錄了 周玉寇對此呢 今天一大早連發了兩篇文章回嗆說 兩分鐘嗎 騙誰啊 兩分鐘就已經那麼不堪了 那全部的內容呢 要徐曉昕再說一百次 轉移焦點選擇性的公佈這個密錄器 兩分鐘片段 解決不了你施壓警員不要開單 又事後呢 再威脅要消單的醜陋事蹟 徐曉昕也回嗆對賭 在這裡呢 跟你賭喔 嗆賭 警察局呢 跟我所公佈的密錄器 如果有任何遺漏 我就退出政壇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你就退出媒體圈 敢嗎 請回應 好 兩個人呢 是互嗆了 好 對於整起事件呢 台北市議員尤淑惠是幫忙還家 他表示呢 這個維庭遠景是 對這個維庭開罰單施壓遠景 是沒有必要的 那麼質疑這個選舉年呢 為了選舉要這樣子操作嗎 應該是說沒有必要施壓 這就是一個維庭而已 誰沒有維庭過 誰沒有吃過維庭的罰單 我一個月可能要收到 一兩張罰單 就是默默去繳掉就是了 曉昕也說那你就開嘛 對不對 那現場其實我們看到那個密錄器 其實公佈以後我們發現 原景一開始在掃車牌的時候 他已經發現說他是許曉昕的 那個聲音確實也有一點點見列欣喜說 許曉昕 後來又一副當作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 怎麼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這就是一件很簡單的 交通違規事件而已 而且是很小的一個交通違規事件 該罰的就罰 該繳的就繳 那上升到要去調閱密錄器等等 上升到特權施壓 我真的覺得太荒謬了 對 許曉昕紅線微停案 昨天公佈了兩分鐘的密錄器影片 那麼今天他也開了記者會 趕進來看 其實心裡比較輕鬆 因為關於密錄器這個公佈的時間點 那我想在五月十九號的下午第一時間 我就有向警察局表達說 我希望能夠公佈這個影片 那但是當時得到的回覆是說 第一個是案件正在調查中 那第二個是說 有談到希望我給原警一個機會 那因為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有責任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原警他需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避免說未來可能會有人 對他什麼提告賭職啊 各式各樣的這個問題產生的話 那我也不再積極的去要求 那所以當下這個分級他們就是說 那是不是由他們有看過密錄器的人 自己出來說明整個案情的經過 那我也尊重警方的判斷跟處置 但是呢這幾天喔 那這個周玉寇女士喔 就我的瞭解 他不斷的透過公開跟私下的管道 去施壓警方 包括內政部跟警政署 給了警察局極大的壓力之外呢 他也不斷的私下去傳簡訊 騷擾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同仁 以及呢他透過他的節目 把公務人員當成是他舞台表演的這個工具 這個都已經在在造成警局的困擾 所以我覺得不能去造成公務人員 這麼大的壓力 因此在昨天晚上7點半的時候 我就再一次的主動向警察局這邊聯繫 希望獲得他們的同意 能夠公佈密錄器的畫面 因為我本身呢只有調閱的權利 我沒有發布的這個權利喔 發布出去任意發布是違法的行為 所以或許警局本來就有同樣的想法 他們就在9點的時候發布了影片 那最新的情況是說呢 周玉寇女士她今天早上 在看了影片之後 或許她覺得跟她想像的內容差距甚遠 所以今天在臉書兩度質疑台北市警察局 以及我所公開的密錄器影像 兩分鐘不是完整的片段 那在此呢 我公開向周玉寇女士嗆讀 如果密錄器裡面有任何變造 剪輯短缺的部分 我願意退出政壇 你是負責 反之如果兩分多鐘的影片 就是完整的密錄器影帶 請你立即退出螢光幕 那我想對於這樣子惡劣的媒體人 處處陰謀論 騷擾台北市政府的同仁 施壓警政高層 任何人都應該嚴厲譴責 他的說法也嚴重的傷害到了警察局的公信力 污衊了警察局 至於外界所質疑的這個施壓 那我絕對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可以聽得出來 我的語氣是非常平和的 那有可能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那我自己也會再檢討 自己太多嘴 問了一堆問題 造成大家的誤會 那我是公眾人物 受到大家公平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所以各種檢驗我想我都接受 不過一開始的爆料 它指的是說 我不讓遠景開單 這仍然是非常明確的惡意跟抹黑 所以對於這名爆料者 我仍然會堅持提告 那至於周玉寇女士在防疫期間公開私下 不斷騷擾台北市的公務員 為了保護警方 我當然是站出來說 我希望能夠公開減緩警方 尤其現在在疫情期間 大家的壓力都很大 那所以 所以針對周玉寇的特權採檢事件 我也已經正式地要求 衛生局調閱資料 那提出當時周玉寇跟包括衛生局 你買霧化器呢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霧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